Hello, 我是LuckLuck 今天繼續講講這個達伊大冒險Day2的角色情報 先看看吧,今天是兩隻牙膏的 首先是這隻,白獸軍團魔團的元團長 應該像是反派角色 先看看性能吧 毒星重,木木雙屬 覺醒7C,7C魔法貫通,6吋燒,木橫牌3顆 都是一個完全木屬特化的角色 技能是真空之虎9CD的左邊第二行和右邊第二行的中一列 即是直排,就是心珠 現在上面第二排和下面第二排的橫牌就是木珠 我大概都知道是甚麼事的 但怕大家不知道,也找回事意圖 事意圖是這樣的,大概這樣 OK,先兩列的心珠 再兩排的木珠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是完全是一個打Ranking用的角色 那這些既定版面打Ranking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那這隻,這個元魔團的團長 這個蜥蜴,我想對一些打Ranking的人 是一定要補底的 那隊長技是7-6版面 半減,然後14倍攻 那似乎是一個4-7-6傳尼打的玩法 不過暫時看來是完全是一個打Ranking用的角色 或者是周回吧 好,武裝是真空之虎 好,封印耐性3粒木吊落強化 HP強化 那技能是15CD的3回合延遲兼3回合的加攻 OK,那封印耐性有HP強化兼有木吊落 加上3回合的延遲呢 總共來說一把實用性都蠻高的武裝 而這隻只有一隻6星而已 啊,6星既然有武裝 Nani 哈,6星也無裝 七色基的6星好像大部分都是武裝的 為什麼這隻有武裝呢 難道不是7色基 嘩,那我突然間有點擔心 那6星既然是武裝 那體力3本你頗有心思 這隻野種區來說,本體是一隻Ranking用的角色 而武裝是一把攻略性都不錯的武裝 對了,實用性是比較高的 綠星來說是幾好 看看另一隻,這個是魔王軍的魔軍司令 赫諾娜 剛剛搜尋的Wiki,這隻是大佬來的 這隻是反派大佬來的 是不是? 這個魔王軍的司令呢 進化前,SBSB3,暗傳絲有10C7C,魔王冠通,沒有防綁 感覺上角色是很像這個物語的阿娘娘木 但是就有個魔王冠通 技能是... 這個是... 讓你試一試比死更難受的滋味 不用玩PND,以後都感覺到了,這些滋味 打關被迫害,就是比死更難受 那先說回9CD技 兩回合的惡魔是3倍攻 兩彎的威嚇 呃...技能啊...技能就有一半啦,我認為就... 如果加多一個全把可能會好一點的 那這個skill是13秒固定 惡魔是全3為2.5倍 暗兩顆8倍,兩combo加算 一追打 那這個配置是非常之類似剛剛有個超轉身進化的路西法 但這個就變成了空蒙香 那感覺上都是一般啦,隊長技方面 進化之後在這個啦,魔君士靈 覺醒4SB也是,邪魔耐性風條 又是這個...磁力王的影子啊 哇,那些耐性那麼...那麼多啊 然後加上最大4個3色 那前面是...OK魔貫通 就是3...3色,然後魔貫通都挺漂亮的 覺醒,哇... 耐性攻擊兼備啊,非常之不錯啊 耐性...覺醒方面 那技能是最後笑的一定是我啊 哈,當然不是你啦,是3本啊,傻主 那7CD技呢 那是4色陣,火水暗回復 咦,咦,先生 咦,先看看吧 50%血以上就有兩回合的破屬性吸收 7CD的兩回合破屬級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目前來講破屬級的高難度關就... 就並不是特別需要啊 那神秘是沒有啦 那機構成呢 都可以用這個威嚇來頂這個屬級這個... 即是那一層的 那所以屬級就未到說好,泛用性很高啊 但是依然都是...依然都是不錯的 畢竟是7CD兩回合的破屬級 那隊長技是5顆火半減3C加算 暗火同時就輕減20倍功 那輕減半減3C加算20倍功啊... 一般啦,對了 還是這樣的配置就好一般啊 但是覺醒方面是非常之美的 火力兼耐性兼備啦 今天技能都不錯啦 三色陣、四色陣連心珠的 兩紅盒破屬級 那看來這隻東西都幾適合入這個5條老師隊啊 直接有個陣來助攻 那只是這個是暗火屬呢 就跟... 就跟女帝啊夜裡裡層撞了啦 看看怎樣啦,好 武裝方面是這把啊 那是黑多拉的披風啊 角醒防綁3顆、4顆 暗吊入強化 那都OK的 如果5顆就更加配合啦 那技能是邪魔6星 嘩,喜歡命化做 那是20CD技 都是4色陣啊 那連3回合之間 會火力半減傷害屬性吸收無下化 嘩 24D的3回合的破吸收 破雙級,兼了四色陣 這一招技是非常不錯 用來攻略這個神秘也好,技巧也好 都是非常適合用的 因為目前的破雙級武裝大部分都是兩回合 三回合技是比較少的 所以招技都算是挺罕有 加上短CD,20CD才是 連上角色是偏向暗屬 暗隊應該是很適合用才對 雖然有回合力半減 但現在玩高人道,好像宿狼這些都可以減復力 這一位就是魔王軍的軍司令 個人認為進化後和武裝都是挺吸引的 別日夠進之後 以上就是兩隻魔王軍的角色 明天都會有大衣大冒險的角色登場 明天看看是怎樣 不過這兩天看起來,暫時五隻角色 都是隊員性能比較高 這打性能高的角色就暫時未見 好了,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影片的,可以留個讚和訂閱我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